《道德经》第十一章 讲的是无的大用 三是府共一国 当其无有居之用 大家应该读很清楚 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其实就是轮子 如果当初没有发现这个轮子的功能 可能人类就很难进步 一直到现在 几乎所有东西都跟转动的作用 有连带的关系 所以老子就用轮子来让我们去想象 三是府是轮子里面有很多府条 当然不一定是三十 可是再多的府条 它中间如果没有那个空洞的轴心的话 那就叫骨 三十个府条聚集在一个空洞的轴心 当其无有居之用 就是因为这个空洞的轴心 才有居之用 才能够发生这个车子转动的功用 三直以为气 当其无有气之用 三是什么 就是柔和 直就是泥土 把泥土拿来柔和 大家都知道 那个陶匠要做陶气的时候 他一定要把直 就是泥土 拿来山 拿来柔和 把里面碎的东西剪掉 然后柔成泥团 这才开始去造气 可是不管你怎么做 如果那个气 没有装东西的空间的话 那气就没有用了 你看一个方针的东西 装不了任何东西 所以当其无 就是因为它有那个看起来 很空虚的那个空间 有气之用 才产生了 可以专载东西的气物 这种功用 着富于 有意识 当其无 有识之用 工匠把门窗开拙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里面 有这么大一个 可以装人 装东西 可以来来往往的 室内空间 这个识 才有作用 如果这里面塞满了所有东西 连人都进不来 那就就毫无功能了 因此 老子告诉我们 你去看房市的时候 当其无 有识之用 你看它空间有多大 能把一个船 或者两个船 还能不能把它割开来 一般对会客用 有识之用 房市的功用 就是那个无的部分 可是一般人 他只重视有的作用 他完全 忽略了 无的价值 因此呢 老子提醒我们 故 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有之 它只是给我们便利而已 真正给我们用途的是无之 所以奉劝我们 当代的人 还是要记取 老子的教训 当你看到有的东西以后 你要去想到这个无的部分 我们一定要深一层去想 你才知道用的根本 是在无 不是在有 你看 无信 种柳 柳成荫 有信 种花 花不开 为什么古人他就能够体会到 这种很深刻的 哲理 就是因为 我们有道德经 告诉我们 有跟无 它是相生的 而且是同出的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分不开 有如果没有无 也没有用 无如果没有 也用不了 因此呢 无信甚大用 有物不通神 什么意思 一个人 你要无信 你那个心的功能 才会大大的发挥出来 所以到底人要有心还是无心 真的要好好去感悟感悟 有心人 我想的大部分都是骗人 无心人 他才会合乎自然的规律 我无心对人好 我才是真心对人好 我有心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就叫做有心机 有心机多半是偏的 不正 有了物以后 你就通不了神 因为你每天看的都是物嘛 你怎么会注意到神呢 这个神啊 并不一定是 我们现在所拜拜的神 而是 他有那里看不清楚的 黄黄复复的 不可思议的那一部分 就叫神 那老子告诉我们 从现在开始 不要管是看到有的部分 要去注意无 才真正是大用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所以接下来 老子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度外 以养中 度外就是杜绝 外面给我们的一切引诱 养中 是养里面 那一个 你看不见的 但是它永远存在的 那个良心 另外我们本来是很有良心的 可是我们被外界一引诱 马上连心就不见了 这么奇怪 当你没有看到钱的时候 你觉得 哎 做人要拼良心 可是你看到钱了以后 那四个字大家都很熟 叫做见钱眼开 你一开 那个良心就跑到背后去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要看《道德经》第十二章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